非常感谢刚刚的介绍 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G Mining Ventures 我们是在巴西呢 拥有大规模的黄金资产 那么我们的一个 探明的一个储量呢 是总计能够达到200万盎司 那么我们是有资金 我们资金充足 也处在这个建设期 那么我接下来呢 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黄金价格 在这方面的一个优势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个高质量 强劲的一个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税后的一个净现值呢 是达到了6.22亿 然后内部收益率呢 是能够达到24% 包括还有这个奥德拉斗 实际上呢 也能够占有我们整个公司的 18%的一个份额 那么Frank Nevada 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么也占有我们股份的 9.9% 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 也讲到了 GNAC这个家族呢 实际上也是世界级的 矿山建设者 那么我们也是拥有 就是四座矿山 在南美洲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也和在过去呢 也通过这个 G-Mining的这个服务呢 也为其他的这个公司提供过服务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也是有这个家族成立的 这个G-Mining的Service Inc. 那么在我们两年的 这个两年半的这个时间里呢 我们也从成立这个公司 到收购这个资产 完成了这个TZ的一个收购 然后之后呢 也获得了这个融资 然后包括在去年的9月份呢 我们也宣布了建设的决定 那么这个也都是在 相对来说 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的建设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这个也是随着我们公司的 一个发展和推进来进行的 那么我们 预计呢 是在明年的下半年 最终完成商业化的生产 那么再给大家讲讲 就是我们2022年 可行性研究的一个亮点 我们实际上这个项目呢 非常的稳定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路天的这个矿坑 然后它的一个日处力量呢 是能够达到1.26万吨的一个常规工厂 那么我们的一个税后 净限值呢 是能够达到6.22亿 而且呢 这个数值呢 也在定期的追踪当中 大家也能够看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矿山的一个 寿命期间的黄金的这个总产量呢 是能够达到183.4万盎司 那么我们总现金的成本 是600 是每盎司 623美元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矿山 所在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是计划建设巴西 第三大原生金矿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一个辖区 那么它实际上呢 也拥有 巴西第二大的一个矿产的 矿资源的这个省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希望 将它建设成 这个第三大的原生金矿 我们去年所做的一个资金呢 实际上是能够支持我们 从建设开始的一个资金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是一共完成了4.81亿的一个 综合融资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其中呢 也就来自这个Franco Nevada La Mancha Aguero的一个股权 那么我们的这个 融资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是到2022年的7月 融资的这个金额 加上手中的这个现金总计呢 是能够达到5.35亿资本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 手上是有足够的现金 以及余料 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建设期 那么这是这个 我们综合融资方案的 一些详细的信息 大家也能够看到 Franco Nevada 是一个非常大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注资的一个公司 它实际上呢 也为我们提供了 我们这个提供了 3.53亿的这个融资 这其中就包括这个 2.5亿的一个黄金产量 然后包括7500万美元的一个优先定期贷款 以及2750万的股权 那么再跟大家讲讲我们一些这个最新的信息 就像我说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露天的这个矿坑 那么我们的这个 矿山寿命期间的一个生产 包括这个矿山寿命期的一个生产数据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税后净现值 及内部的收益率这个里面呢 我们在5.2的这个区域 实际上在金价1000 金价是能够达到622 然后到 所以我们会觉得 我们实际上呢 也是在 这个黄金价格上涨的这个区间的黄金 就是铁密期 我们这样的一个矿床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矿体 那么它实际上呢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矿坑的这个中间 所以从地质上来说呢 它的风险非常的小 而且在采矿的这个过程呢 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所以这个并不会受到 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实际上呢 是自己已经做了相关的这个工程 以及我们是实际上也是做了 62%的这个详细的一个计划完成度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也 我们在整个这个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资本运营里面呢 也已经花掉了2.35亿的这个美元 其中我们这就包括这个采购成套的这个设备 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建设完成了88% 然后剩下的12% 那还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100%的这个成套设备 也已经完成了采购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在现场已经接收到了第一批的这个采矿车 我们也正在做安装已经调试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也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矿坑的一些早期的活动 那么这会是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完成 我们现在呢也在做相应的这个尾矿的一个构建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矿创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建设 所以呢我们 也接下来我们也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刊探的营地的这个扩建 那么它实际上将我们的这个营地呢 能够扩大到570张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进行了 我们也已经完成了190千米的输电线路的一个建设 包括所有的材料也已经采购完成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现在正在组建我们现场的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现在是有1100名员工 其中就包括这个员工和承包商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最终呢 能够达到1900个员工 那么这个是到7月份的一个目标 我们等到 等到我们能够完成这个整个开始运行的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呢 我们是预计能够提供650个全职的工作岗位 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本地的一个社区 然后从本地的这个社区里面进行员工的这个招募 然后刺激这个当地的一个经济 或者说区域的一个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实际上呢 是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这个矿坑 然后呢我们也已经挖掘了 并且生产了590千吨的这个矿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试运您将储存240万吨的这个矿石 那么这个是要到我们明年的这个调试的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偏远 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是非常容易到达的 我们这实际上也是非常相关的 因为我们在巴西 我们也能够在巴西呢 采购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项目 所需的这样一些设备和材料 那么大部分的这样一些设施呢 也都在巴西的南部 所以呢我们也是依赖着这个相应的这个物流呢 来给我们物流基地和运输中心 来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材料 这是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个盛施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来帮助我们更好的 到达我们的矿山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健康安全 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这个健康安全生产的一个文化 那么我们从2022年到现在呢 我们那个工时已经达到了85.6万小时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发生了零起损失时间的事故 这是我们项目开发的一个时间表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预计呢 能够在明年的下半年完成这个商业化的生产 那么我们是预计在明年的第二季度 结尾呢能够完成这个试运营 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建设 进行建设包括电线的一个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要完成这个破碎厂的一个建设 那也是希望能够在明年的第二季度完成 接下来就进入试运营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股本的结构 和股东的这个列表 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包含这个 La Mancha, Adorado, Franco, Nevada 这是我们的一个股东的一个列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机构的这个股东 其中就包括Franckling, ASA, London, CI, Sprott等等 如果说我们在看到这个个人和其他投资者 他们呢是占有我们整个股权的17% 那么我们现在呢 的一个市值 我们现在呢是有448个 448股发行在外的一个股票 那么 我们也能够我们我们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值呢 是285美元 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呢 接下来的这个估值会上涨 那么我们也会有重估的一个机会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现在呢是正在这个甜蜜点 那么等到我们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估值会有上升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基准比较 那么它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很大的一个去除风险的一个潜力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是在我们对于重工我们的这个股价方面呢 有很大的一个潜能 来帮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这个商业化的生产 那么这个是 我们非常 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所建立的这样的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成就也是非常的自豪的 我们也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建设 然后明年呢 也能够进入到这个商业化的生产 通常来讲呢 很多公司大概是需要十年或者更多 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我们所完成的这些工作 我们实际上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呢 非常的特殊 如果说我们在看到这个项目 特别是对于这个黄金的这个生产 达到一定规模的这个公司 那么包括我们公司呢 它实际上是有非常足够的一个资金的 同样呢 也有高质量的一个矿床 那么能满足 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公司呢 并不是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 然后Marathon Go 实际上呢 也包括最后一个公司Marathon Go 也正在开发它们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实际上呢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公司 特别是对于很多的黄金的投资者来说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要演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可能接下来会有观众有问题 如果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也邀请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公司完成联系 我的同事 他是华人 他也能够用中文回答大家的问题 感谢 感谢Louis Pierre 我这边收到了几个问题 我先来问第一个是来自于Joy 他问的是我们在巴西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 我们如何能够和这个当地的一个政府 或者是社区建立这个联系 那么这个也是您之前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项目 所以呢 我们也和当地的一个政府 州政府呢 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那么在上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的这个州政府呢 重新获得了州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呢 再一次获选 所以基本上是同样的一批人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对于就是比较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和政府的一个关系 暂时不会有巨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 我们也会做很多的 那么包括在这个亚马逊地区呢 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一些非法的活动 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上市的公司 我们实际上是非常依法依规的在运营的 我们也 也随时准备好应对新的一些政策 那么我们的这个矿业呢 实际上对于巴西来说 也是经济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也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来自于 Satari 它的问题呢 是我们的这个黄金的价格 上涨到2000或者更多 那么它对您的公司呢 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就是正向的影响 然后您会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黄金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2000块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它的一个单价呢 是能够达到622 那么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是一个 对于我们项目的一个价值来说呢 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矿场上呢 能够找到额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 问题呢 是你的这个 你们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方面 那么就在我们的这个 可行性研究里面呢 我们是能够看到 我们是能够看到 它的整个税收的一个 税后的净现值是能够达到622亿 所以我们实际上 是在 每盎司呢 达到7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就包括这个矿床GNA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 维持的这个资金等等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于Gabriel 他的问题呢 是关于G-Mining 是有充足的资金 而且呢 他也有可能收购 那么我们现在是有目标吗 我们实际上呢 也是在不断地找寻其他的一个项目 或者说收购其他的这个资产 然后把它带入到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投资 这个组合里面 然后我们也会花这个时间呢 去做一个开发 所以我们也和很多的公司呢 签署了这个MDA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非常期待能够看到 就是更多的一个资产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于Ganwu 是来自于中方 他的问题呢 是关于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有几个公司 您是 您是在就是少数几个 获得充足资金的这个公司里面 那么您和其他的几个公司相比的话 您的这个 您公司的优势在哪里呢 能够获得充足的这个资金 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实际上 之前呢也做过这个黄金矿 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 他能够很快的给我们带来 这个建设方面的一些进展 那么这个也是能够让 帮助我们获得充足的这个资金 然后很多的公司或者小公司 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这个团队 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建设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土地商 或者说这个 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呢 有可能会对于 这个公司有一点这个疑虑 然后会 在提供这个资金方面呢 会有一些犹豫 但是我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高质量的项目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是来自于Markley 他问的就是关于这个黄金的价格 然后您在这个行业里 也工作了很多的年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黄金的价格 有什么预测 您觉得会有一个上涨的趋势吗 是我觉得我们来看到这个黄金的价格 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那么在2000美元的一个黄金的价格呢 实际上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也是预计他会升到更高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然后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呢 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安全网 来帮他们做这个更多的投资 谢谢 再次感谢您抽时间 来给我们介绍您的公司 那么这是我们目前 收到的所有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再次表达 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您来到 我们今天的会议 如果之后收到更多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转发给您 谢谢 我也非常期待 未来能够和我们更多的投资者 有交流 非常感谢 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